瓊四杯南籃賽事將在7月15號於新建的和平場館登場 連同中華籃 白兩隊在內 共有10支隊伍將輪番過招 其中瓊四杯固定班底日本隊因應8月登場的台北世大運 派出世大運培訓隊來台 陣中最高的200公分長人野本健武 過去2014和16年兩度參賽 是日本隊期待培養的高個子選手 今年25歲的他成為本屆全隊最年長 不論場上表現或是領導能力 勢必都得拿出學長的氣魄 此外 還有兩位之前在NCAA2級打拼的好手田杜林和腳野亮武 其中田杜林高中時期就以球風具侵略性著稱 傳導能力也不遑多讓 是當時的王牌控球 上期在Division2攪出平均9.4分四處攻的成績單 他的後場搭檔腳野亮武 更是年紀輕輕就斬露頭角的得分好手 2011年年僅15歲就入選國家隊 高而那年的日本高中聯賽 場軍得分突破30大關 可說是在國內殺翻了 只不過旅美之徒沒預期中順遂 瓊四杯將成為他重新證明身手的國際賽舞台 比較可惜的是 由於今年許多層級都有國際賽事 身受台灣球迷矚目的旅美混血前鋒 巴尊磊將代表出征U19世青 日本LBJ馬場雄大則是要投入國家隊集訓備戰亞洲杯 形成撞旗 雙雙無緣瓊四杯 而馬場在主播大學的隊友山浦又成預估將是主力前鋒 從U14開始就是國際賽常客也曾來胎打過瓊四杯 外線深準而且身高有195公分 中華隊可得小心提防 除此之外 未來球評同時也是中華白隊教練的劉夢主點名 曾經入選U16亞青的日本 奈及利亞混血前鋒 Nana Daniel Dinh 也是必須注意的選手 我們從來沒有碰過他 所以是產生一個非常陌生的一個情況 但他身高將近有197到198公分左右 所以他的一個活動能力 甚至他的進攻能力 可能是一個世大運的前哨戰 所以我們必須要針對他這個點來多次的觀察 日本隊將在15號開幕首戰碰頭中華籃 並於19日對決同樣由世大運培訓隊 所組成的中華白 球迷千萬別錯過了 未來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